我们今次会做Debit Pushback 的期权策略讲解 这个策略是在市场上做沽空最安全的方法 沽空即是在市场上看跌而获利的动作 一般市场上,沽空是一件相对买入比较难的交易 例如在香港市场,如果你不是一个专业交易员 又或者有其他相关专业的资格 一般的证券行是不会让你做到沽空的动作 好,今次介绍的Debit Pushback 正正就是一般的证券行 都可以做到而相对沽空安全的沽空动作 那到底怎样去做呢? 首先,Debit Pushback 是一个 Long Put 及 Short Put 组合而成的期权策略 做这个策略都是以 Long 近 Short 远的原则去做 只要后市跌穿440 就可以在这个期权策略中勝出 但如果后市不似预期,在期权结算日前爆升 我们最多只会损失了我们一开始付出的期权金 所以我们再讲一个真实的事例给大家参考一下 假如一只股票的现价就是110元 我们做 Long Put 的行使价就是105元 而做 Short Put 的行使价就是100元 那我们这个期权策略需要付出的期权金就是2元 再假设后市下跌 扣除付出的成本,我们就可以只赢3元 即是有150%的利润 而如果我们失败,我们就会损失了我们当初付出的期权金 即是2元 那为什么最多会赢3元,最多会输2元 我们用期权计价表再解释多一次 首先这个期权计价表要写明 Long Put 和 Short Put 分别的行使价是多少 然后到 Long Put 我们就用了7元期权金 来去买入行使价105元的合约 再说 Short Put 我们是会收了5元期权金 来去沽出行使价100这一张期权合约 如果我们做了Debit Push Back 这个期权策略之后 在105元这个位置结算 因为两个选择都没有跌穿 所以两方的价内值分别都是0 因为一开始我们是给了2元这么多期权金出来 做这个买入成本 所以我们最多的Loss 都是2元 如果在103元这个位置结算 因为我们 Long Put 105 已经跌穿了行使价 所以就会有2元这么多的价内值 而 Short Put 行使价100元 依然都是未跌穿 所以是未有任何价内值 而大家可以看到 Long Put 那个位置是有2元的剩利润 扣除我们2元付出的期权金 因为我们没赢没输 所以这个位置就叫做打和点 再跌下去的话 我们就用100元这个位置来做讲解 我们首先看 Long Put 行使价105元 因为现价已经跌穿了行使价5元这么多 所以它有5元这么多价内值 再看 Short Put 行使价100元 因为它是未跌穿100元 所以它是没有任何价内值 在这个过程里面 我们会赢5元这么多价内值 再扣成本 我们就会有3元这么多利润 在这个例子里面 Debit Put Back 使用很少成本 都可以进市场上做一个沽空的动作 同时为我们带来不少利润 那里面 不及了解忍 进化